作词 曲 李宗盛 曾回的女儿家 提笔讲着世间话 回眸一瞎那 偏巧遇见他 从此后心事 没听着喧哗 本是逍遥自在一生 他却在心上落痕 怎奈爱越险越深 携手一路不红尘 墙里的女儿家 一笔一墨为他画 勾勒出爱情 传媚的年华 风摇晃枝呀 放心隐瞒呀 怎么擦的头远方 爱他深色的眼神 画下一圈圈绵乱 长相厮守心生日 那个是钱的误会吗 已经都解开了嘛 而且 我好像 喜欢上大魔头了 福气恩爱 举案其美 挺好 只要看到徒儿开心 为事也就放心了 是 是 但是 我们可能会在ksen 正営 当然 及度 刘 辈子 god 委婉 轻 发展 rush 我们 吉他 小姐 饭好了 小翠 小姐 替我把这封信交给表哥 小姐 这 让你去你就去 是 离别将至 如儿有几句肺腑之言 想与表哥当面倾诉 望表哥成全 怎么 夫人吃醋了 我 我 反正你说了等父亲病好了就放我走 我有什么好知错的 你走了 我也会把你追回来的 所以你还是会留在我身边一辈子 你之前说好的 要把我放走的 就算 现在不走的话 我这个假怀孕的事情 也瞒不了多久 到时候 看你怎么跟父亲母亲交代 我已经想好了对策 什么对策 现在补一个 不要 你想啊 要是假肚子 变成了真肚子 谁还能说什么 话虽如此 但是 没有但是 夫人 我们远方去吧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还没有准备好 公子 你去等我片刻 是 夫人 还是早做准备 明天 可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我们去了城中那个街头地点 在场一共五个杀手 被我们一网打尽了 只是 没能找到头领 也 没留下活稿 只有五个人 看来是有人先给他们通风报信了 公子的意思是 我们李府 还有内奸 可是 之前我们把所有的下人都排查了一遍了 所以说 此人并非下人 去吧 按照我给的方向 再去查 是 等一下 你去警方阁 给我送个口信 是 是 是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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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哥可有回复 大公子派人送来口信 说您的心意他明白了 让您今晚二更去萧芳院书房找他 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快 替我梳妆打吧 是 小姐 来 小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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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哥 表妹信中说要败别 还有话要说 表妹尽管说便是 儒儿在礼府这段日子 多得姑父姑母和表哥的眷顾 如今马上就要离开 心中不舍 常常想起小时候 那时表哥常常带着可儿姐姐 同我在礼府玩 姐姐终于表哥 从小就说 终有一日要嫁给表哥 我亲眼看着姐姐为了嫁给表哥 耗尽心血 学针绣 学女精 学做表哥爱吃的菜 说表哥爱听的话 她这一生所说的所做的一切 无疑不是为了表哥 百言之软 只能偷尽 也不得她 你答言之后 好看 快已 你答应啊 怎么问了 让我答应好 你答应喔 我答应了 协模 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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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能嫁给表哥 是姐姐一生的遗憾 如而实在 实在不忍姐姐白白死去 只愿今生 能够代替姐姐 伺候好表哥 好让他泉下有知 也能感到欣慰 求表哥成娶 表妹巧自重 我已有夫人 更无意那些 断不可毁了表妹的清白名誉 我早晚都是表哥的人 只要能够嫁给表哥 如而什么都不在乎 我这辈子 只会有雄心若一个女人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到底哪里比她差 为什么你宁可接受 一个一房的骗子 都不肯接受我 我不顾女儿矜持求你纳我为妻 我只求做妾就可以 可你为什么就不肯娶我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戴初儿 我问你 对希若下落胎药的可是你 将熊夫人请进李府 让我妻子当命难堪的可是你 对希若说我要将她阿娘亲手打死的 可还是你 对 是我是我都是我 可我做这一切不都是为了你吗 我知道她根本没有孩子 她是一房出身 她一定是在谋求李府家产 她在骗你啊 可我戴如而至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而她呢 她呢 她为你做过什么 她为你做过什么 我们没有耍你 我只是路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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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耍你 我只是路过而已 你们合着火欺骗她 假装怀孕 我让姑母打死这个贱人 好啊 我正好帮你把方嬷嬷请过来 让她为你作证 让她告诉母亲 你是怎么下落胎药的 我相信母亲自有盘路 你死了 你死了 我死了 其实 看到阿娘给我写的信的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了 我刚才 真的是误过而已 没事 正好 听到了她亲口承认自己之前做过的事情 对你也算是一种交代 不能让你的委屈受得不明不白 谢谢你 有意思 慕儿姑娘可还好 用不着你在这家信息 话不能这么说 我可是真的关心慕儿姑娘 明明是沉鱼落雁之谋 却哭得如此花容失色 实在是叫人心疼 你懂什么 你说 我不就懂了吗 我说 我问你 我问她 有天哪 我听不懂 下次对吧 我问你 似梦中的光景 任谁愿意被吵醒 连长光影响的都是你 水墨照单轻 浪漫的血液 写你指手去穿行 想知你的心 你叫什么呀 是否为爱找了名 轻易伸长 你说我夫君 会觉得我好看吗 几朵欢笑几朵情 牵引你而行 越靠近 越无法冲离 想要痛切你的心 却丢失自己 金色年华 和新书给你 心中泛起了涟漪 像风景如此美丽 破似梦中的光景 任谁愿意被吵醒 连长光影响的都是你 水墨照单轻 浓漫漫的血涟漫 浓漫的血液 写你指手去穿行 想知你的心 是否为爱找了名 轻易伸张 轻易伸长 轻易伸长 几朵欢笑几朵情 借引你而起 越靠近 越无法冲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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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痛切你的心 却丢失自己 金色年华 和新书给你 几朵欢笑几朵情 借引你而起 越靠近 越无法冲离 想要痛切你的心 却丢失自己 金色年华 和新书给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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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来 来了来了 过去 快来 快去 少夫人 公子 快快快 给你酒水 快点快点 给你水淋吧 公子 少夫人没事吧 您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 我没事 我没事 有没有受伤 pouquinho 快快快 东东快点 快点 快点 快来聊水 快点 磨蹭什么呢 那边还有 快点快点 过来过来 这边 来快点快点 来快点快点 来 稳一点 好 活都干仔细了啊 来 来 小心 慢点 放这儿吧 放那边吧 拿稳一点啊 公子 公子放心吧 你看这些下人们 都在全力地工作 相信 无日咱们校风院的修缮 就能完成了 幸好伙视发现的及时 并未造成太大的影响 可别造成再大的影响了 这影响已经够了 昨天晚上我已经太重视了 谢谢 对 帮一下 帮一下 放上 放上 阿某 何时把她救出来的 放这儿吧 这个不是我们救的 好像是昨天晚上就在这儿的 放那边去吧 对了公子 昨天晚上救火的时候 我发现了这个 好在还留下点东西 您可以还给邵夫人 好 来了 来 走 愣着干什么 吃饭 来 多吃点儿 回去之后好养病 这孩子是怎么了 卢儿啊 林府就是你第二个家 你要不想走便多留几日 你姑母也舍不得呢 是啊 最近家里事情多 这冰儿的屋里又莫名地走水 我也是愁得吃不下饭 多谢姑父姑母 这段时间对儒儿的照料 还望姑父姑母 各位长辈身体康健 万物想念 儒儿不是不愿意留下 而是不敢留下 什么不敢留下啊 此话怎讲 儒儿知道一事 说了 是儒儿多嘴插手姑母的家事 不说 不说就是对不住姑母 对儒儿的照顾 表妹 对你看我做什么 我可有亏欠你的地方 儒儿 这件事情 和希若有关系吗 儒儿姑娘 究竟是何事 让你如此难以开口啊 我想 大概是有什么误会吧 儒儿 姑父姑母都心疼你 如果希若有什么做得对不起你的地方 我们会替你做主的 戴儒儿 你在这儿哭哭啼啼的 要说不说 我们饭也吃不好 你干脆一下子说出来好了 儒儿 今天 我让你说 有什么话你就说 好吗 既然姑母开口 儒儿就全凭对您的孝心冒死才说的 不要扫她肚子 她的肚子是 大公子到 孩儿向父亲母亲请安 你来得正好 儒儿有事情要跟我们说呢 是吗 巧了 孩儿也有要事向父亲母亲禀报 大侄子 你又有何事啊 有什么快说啊 别卖关子 今日丑时 校风院离弃走水 我跟希若差点命丧当场 而纵火之人逃脱 如今孩儿已经寻得证据 查出了纵火之人 你快说 如此狠毒的事情 到底是谁做的呀 这 这不是我送给儒儿的发簪吗 你只顾引火烧屋 却没有想到发簪落在了校风院里吧 表哥 你这话的意思是指 火是我放的 怎么可能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 我完全不知道这发簪 为何会落在校风院啊 是啊 冰儿 你是不是搞错了 儒儿怎么可能放火呢 校风院里的鹦鹉 原本一直在屋中 但在着火之前 被人莫名移到了院子里 参与灭火的下人都可以作证 并没有人动过那个鹦鹉 戴儒儿 这只鹦鹉是你姐姐可儿养的 也只有你 在杀人之前才会想到先救鹦鹉 真是你啊 真的是你啊 姑母 我是被冤枉的呀 表哥 你一定是被人蒙蔽了 这其中一定是有人摄取 栽赃陷害我呀 是不是有人栽赃 我心里有数 你之前做过什么 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放火 我没有 是 一定是有人设去 姑母 您还不知道吧 我刚才正想告诉您呢 熊熙弱的肚子是假的 他根本就没有怀孕 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是真的 他 他一定是把自己假怀孕的事情败入 所以才朝我身上泼脏水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发火 没有啊 我真的没有啊 姑母 戴如儿 我之前不想惊动母亲才给你留了情面 现在既然你自己说了 那我就不用再替你隐瞒了 你之前让方某某下落台药一事被我发现 未能成事 在此之后 你的行为就越发地跌倒疯狂 戴如儿啊戴如儿 你好歹毒啊 你竟然向熙弱 下落胎药 你小小年纪 怎么会如此心狠手辣呀 你之前 还故意将熙弱的母亲引入礼服 让父亲母亲难堪 到我房中威胁我休妻娶你 这些事情 想必不用我再说了吧 为了嫁给冰儿 你是得了熙熙疯了你 姑母 我真的没有 你相信我 我没有方黄 我没有下落太阳 姑母 你到现在还不承认是吧 爸 我们把你当作亲生女儿一样看待 可是没想到 你是一个会杀人放火的白眼狼 你枉费了我们对你的心思和照顾 你知道吗 夫人 你气坏了身子 我本以为你只是城府身 没想到你竟歹毒至此 姑父姑母 你们听我说我真的没了 我问李家到底有哪一天对不起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的亲儿子 和我的亲孙子 我没有姑母 我真的是遥忘的 我不想再听你说任何一句话 你以后也别再叫我姑母了 从今往后 你和我们李家再无半点瓜葛 我会将你这些言行告知你的父母 让他们好好地管教你 来人 夫人 把这个狠毒的女人给我赶出礼府 是 我 我姑母 起来 你相信我 她的孩子是假的 走 出去 你相信我姑母 姑母 走 我 我真是吓了咽咽我 你去坏了身子 嫂嫂不必如此自责 现在发现为时未晚 如今她走了 我们一家 就能合了没满了 就是 我 母亲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不要伤心 仔细伤了身子 欣若 让你受委屈了 来时由大门迎你入的府 现在就只能委屈你从后门离开了 戴姑娘 开门 送到这里 送到这里 母亲爱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不喝了 不喝了 夫人再喝一口嘛 没心思喝啊 家里一堆事情 你病了 我也病了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又怎么了 宫月 夫人 宋家小姐不知道怎么就听说了二公子离家的事 已经闹到半天了 还让不让人活了这 不不不 夫人 年轻人的事交给年轻人去处理 你放心交给宾儿他会处理好的 过几天中秋 咱们宴请他们一道赏月 赔个礼就是了 不是 好了 等好等好等 小姐 你别生气了 何时饶得我们沁儿发这么大脾气啊 公子 小姐听说李家二公子逃出府之后 就一直在发脾气 您快劝劝小姐吧 对不起嘛 二哥哥 我不是故意朝您发脾气的 实在是李父任人都欺负我 李洪宇还逃了 秦儿心里实在是委屈 这书真是有趣啊 二哥哥 李洪宇都逃跑了 你还有心情在这儿看画册 既然他对你无异 嫁他做什么呀 我喜欢他呀 况且和李府的婚事是父亲定下的 我哪能说不嫁就不嫁 既然要嫁 就嫁自己喜欢他了 好 二哥这次一定替你出头 二哥哥 你又想做什么事 在想什么呢 中秋将至 当然是好好庆祝了 画得不错 不过 这李府少夫人 比这画上的有趣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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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何家团圆美满 还有宋家两位会客一同赏予 实在是喜事 本宫敬各位一杯 何家团圆挺好 但我怎么看 你们府上似乎少了一个人 奇怪 二公子人呢 谁不知道二公子是逃出府去了 买医药找都找不到 公爷 舍妹说的可是真的 玉儿确实不在府内 但不能说是逃 我儿子喜欢游山玩水 附诗作画 有时候看到郝景志 耽误了回家的日程 也是常有的 这两家联姻 婚期一再拖延不说 现在二公子 还有心情游山玩水 消失得无影无踪 若是让我父亲知道了 恐怕会认为你们全家 没有把这门婚事放在眼里 宋公子说笑了 婚期虽未定 但我们已将宋小姐 视为自家人 是吗 那怎么沁儿前些日子 给我写了好几封信 信上说 你们为了这位 一房出身的少夫人 拒绝让大公子 与沁儿成亲 还将他推入水中 害他险些丧命 这些信 我看也就罢了 幸好没让父亲看到 若是我呈给父亲 不知道 他会作何想法 宋公子啊 这些都是误会 误会 才不是误会呢 我写的每一封信 说的都是真的 你们就是这样欺负我的 那不可能 不知宋小姐 可有在信中说明 你强闯李家家宴 烫商武夫君 又假借欢喜仙之名作画 四处散播我和二公子的谣言 你说我们欺负你 那我倒是想问问 宋小姐 你做的这些事情 又算是什么了 我还不都是被你气的 卿儿 今日中秋佳节 大家可应该开开心心地闪月 为这点小事破坏了气氛 实在是不该啊 宋公子说得适然了 我敬宋公子一杯 不过 这几封信确实在我手上 于情于理 看到妹妹受欺负了 我确实应该呈给父亲 让父亲明辨是非 为亲儿讨个说法 不过 这宴席我吃得高兴 实在不忍为难各位 不如这样 我们行个赌 若是你们赢了 这信上的事情 我一概既往不救 二哥哥 你怎么能这样打赌呢 万一你输了怎么办 亲儿 你要对你二哥哥有信心 万一他们输了怎么办 宋公子想赌什么 我奉陪 我怎能劳烦大公子呢 既然亲儿说 这些事情与少夫人有关 那我就同少夫人赌一碼 好 宋公子想赌什么 请说便是 兄长 夫人 让小辈们自己耍 咱们去赏月如何 好啊 老爷 我 你 你 放心吧 那我骚子是我的强项 宋公子 这可是你选的 你可千万别后悔 小夫人 请吧 少夫人 请吧 三个六 漂亮 我就不信 你有三个一 少夫人 承让 二哥哥赢了 二哥哥赢了 愿赌服输 还望各位遵守诺言啊 宋公子若执意禀报 我们也不再阻拦 这个赌局就算了吧 三爷言重了 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 叫你们为难呢 宋公子 你的意思是 哦 刚刚我是不是忘了 说输了的代价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啊 要的是他 应该说输了的须洋 我还记得过 你也不行 你别说不定 我还记得你 如此碑离 破似梦中的光景 任谁愿意被吵醒 连长光影响的都是你 几多欢笑几多情 牵引你而行 越靠近越无法冲凌 想要偷窃你的心 确定是自己 金色年华和新书给你 心中泛起了涟漪 像风景如此美丽 破似梦中的光景 任谁愿意被吵醒 连长光影响的都是你 几多欢笑几多情 牵引你而行 越靠近越无法冲凌 想要偷窃你的心 确定是自己 金色年华和新书给你 几多欢笑几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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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引你而行 越靠近越无法冲凌 想要偷窃你的心 却丢失自己 金色年华和新书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